OK,那这里就有几条关于上次我们讲过的一些因式的恒等式 又或者是交叉双程的一些念习 那我们逐条看看 第一条就是有这个4x的平方加52x再加169 那心碎星的朋友就看到这个4和这个169都是完全平方数 好像有些玄机那样 那我们一起看看如何做 这个4x的平方我们可以说是2x的平方 再加52x就变成2乘以2x 再乘以13 然后后面169就是13的平方 那为什么要化成这个形式呢 因为化完这个形式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说2x的平方就是a的平方 那就是我说的a就是2x 这个加2呢 那刚刚才说完a就是2x 那这个2x就是a b 然后这个13就是b 那13的平方当然是b的平方 那然后整条式我们这样看就变成了a平方加2ab再加b平方 那这个东西也就是等于 我上次已经说过这个就是a加b的平方 那所以总结下来代一下数字 这条式就会等于a我们有2x 而b我们有13的平方 那这样呢 解完 那这一条呢我们要因式分解嘛 分解完之后我们就要有2x加13 乘以2x加13 那有两个东西相乘 也就是2x加13的平方 OK下一条 我们看到81的a是4次方 那两个都是4次方 那如果我们有技巧一点点 将这个化作9a的平方 再变成平方 减 B减 C的平方 然后又平方 那整条式这样看的话 就是a的平方 减 b的平方 只不过今次ab 还有一点点不同 今次a就是9a的square 你不要用a 用9a的square 今次b呢 用大a 这个是大a 这个是大b 就等于9a的square 大b呢 就等于b减c的square 那a的square减b的square是什么呢 我们说过这个呢 就变成了 a加b 不要写在下面 这个是变成a加b 和乘以a减b的 好 那么 我们有a加b a减b 然后就把数换回来 换个第二个项色 那就等于 今次a 大a呢 是9a的平方 加b 加b减c的平方 b减c的平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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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右手边 有9a的平方 减b减c的平方 ok so far so good 但是还没完 有没有留意到 这一个 又是一个平方 减另外一个平方 呢 这一块整个9a的平方 也就是3a的平方 所以 今次就不写那么复杂 那我们直接 跳下去这个 前面这一块 由于是 我之前说过一个平方 例如 a减加b减 如果只是这样 就没得化的 这个没得化的 所以前面一块就直接抄了 9a减加b减c的平方 前面没得动 后面有得动 变成a加b a是什么 a是3a 3a 加后面这块 加b减c 然后3a 然后3a 减 这个括弧b减c 那 整个括弧b减c 就是减b 这个括弧就变成加c ok 那这一块呢 就完成了 再来一个终极例子 这个叫做终极例子 就当然有一个 有点巧妙 是不是 这条呢 我可以说是 你学过的音色分解的方法 基本上都在里面 那我学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grouping 是不是 要选一个 适当 聪明一点的方法 令到这条数 可以顺利group到的 那如果选错了 会怎样呢 那首先试一次选错方法 选错了 例如 我拿着头两个出来 拿来group的话 那头两个 我们抽个y出来 然后有y的3次 加12 然后呢 后面又跪下了 后面4y的2次方 我们可以说是 后面 4y的2次方 这个就会变成加9 但是呢 没得做的 那就跪下了 在这里做不到 那正确的方法 怎样做呢 那就不瞒大家了 正确的方法 就要 拿后面这三个 拿来group 那如果你一开始 其中有一group 是涉及到 y的4次方 那你又跪下了 dead in the water 那就没得做的 那怎样做呢 首先 我们y4次方 我们先给个减好 把后面这堆东西 group 怎样group 抽这个4 不是抽的 拿这个4y2次方 出来 4y2次方 由于这个减好 接着我们用这个12y 减好 那就负负得正 这个是减12y 然后负正得负 就出回这个负 加9 然后刚刚得这么巧呢 你又是深水清的朋友 就看到前面这个4 和后面这个9 又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就开始 即是跟第一条 估到要做些什么了 下一步要怎样做呢 可以说下一步等于 前面 y4次方 减 拉一个大引号 4y的平方 即是2y 固住他的平方 减2 乘以 这个2y 那剩下什么 2 2 2 4 还有3 然后后面9 就是3 平方 很快 基本上大家应该有点竅门 开始熟了 前面这个是a的平方 然后减2ab 然后加这个是b的平方 最终这块会得出什么 这块就是a-b的平方 所以下一步就是等于 y 今次又玩了些东西 这个y的4次方也就是y的平方 的平方 减 后面这个是a-b的平方 那今次a是什么 a是2y b-b b是什么 b是3 的平方 OK 然后 你又看到有些巧妙 这个是a平-b的平方 那今次 这块 再写一次 就等于a加b a-b b a加b是什么呢 今次a是y的平方 加b 加b b是什么呢 b就是2y-3 就是2y-3 a-b a又是y2 b就是这些符号倒转 就变成2y加3 b b b ok 那看得多好 对不对 其实还可以做的 看到这个y的2次方 这个加2y-3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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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y的二次方 Sorry,沒有二次方 是y加3 y,就是看這兩塊 看這塊 y加3和y減1 然後再乘以y2-2y加3 後面這塊,其實是交叉不到的 大家有時間的朋友可以試一試 這個東西怎樣交叉都交叉不到的 我就claim說這一個就是答案 大家可以研算一下 當然,因色分解還有很多其他巧妙的東西 但不外乎,首先要grouping 這一條集合了 我可以說三大難點 首先第一項要找grouping 你要選對來group group到最後他們是一塊東西 成為第二塊,成為第三塊 如果好像這樣group group錯了的話就做不到的,跪了在這 第二樣就是那些行等式要比較熟 就是我紫色的例如這一條 和紅色的這一條 都要熟和了解了它的變形方法 這樣才會接著下去做得到的 第三當然就是這個交叉雙城的技巧 整個綜合就是因色分解暫時學到的這個位置 這一條數三種技巧都用完了 整個綜合就是因色分解暫時學到的這個位置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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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